今天的社会 让不少人感到困惑 老一代的人过世了 懂得传统文化的 学习传统文化的都不在世了 现在我们遇到困难 咱们传统文化更新许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们几个人相信无私自通 他无私 他说他自通了 他胡说八道很正办 难了 难了 那无私自通要有很好的根基 根基从那那种伦理 道德 因果 从这上打根 这人真有德心 心地清静 欲望很少 悲心很重 真有菩萨救苦救难的心肠 那细心就观察 那细心就观察 他无界设善有没有 三十六度有没有 菩萨舌院有没有 在这个人身上 在这个人身上能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就相信 他无私自通 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 假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一定要有代谢 你看 孤身陷陷 无论是中国外国 我们拿这个无窟来观察 统统做俘乎 能理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敌万物的关系 一体 从一体流出来 五云大死 同体大悲 这五条件 爱心 这个爱 上帝的爱 神神的爱 里头没有私心 里头没有我 这样的人 他在静中 就是静坐当中 会得定 会开悟 我们为什么得不得定 坐在那里胡说了一下 忘念太多 杂念太多 习气太多 所以不能得定 不能开悟 我们不把这些事情 搞清楚搞明白 又走透露 搞清楚搞明白了 前途有一线光明 我们自己来不及了 年轻人 他多 年轻人里头去找 肯定有 有佛菩萨再来的 肯定有 这些再来人 天生的 有代行 代行好像是天生的 我们要给他 我们要给他机会 我们要帮助他 让他慢慢长成 让他成就 帮助他 回归自信 帮助他 大致大致大悟 这是我们有信心 可以做得到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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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